警方调查显示,唐某等人的犯罪手法是利用实际控制的大量证券账户对多只股票先行建仓,再以不同账户用大幅高于限价委托买入的方式,使该股票形成受市场追捧的假象,随后立即撤单,诱骗投资者为其高位接盘。 如果是流通市值比较小的股票,它利用的资金成本比较低,并且可以把这个股票的那个价格影响得比较大,它基本上会形成这样的一些股票。 唐某等人不仅资金量巨大,为了掩人耳目,更是控制了多个证券账户操作,以达到规避监管的目的,三年间获利数亿元。 你自己的账户的话交易过嘛,当时也比交易所警告过嘛,资金量后来又做大的吧,可能相对于分散一下,用一个账号或者这个账号太引注目了嘛,可能觉得是想回避一个监管。 实际上从2012年开始,唐某等人就利用资金优势持股优势操纵十多只股票,证监会先后四次查处唐某等人,并对唐某相继开出总额超过14亿的巨额罚单。 但这都没有让他收手,这名曾经的证券从业人员明知违法,却变本加厉。 唐某在2012年至2015年之段期间,其实他是被证监会处罚了四次,可能会有一定的触动。 所以说他在2015年年跑到了香港,然后通过护港通的形式,然后进行一个操纵。 他当时侥幸心里嘛,觉得护港通刚成立的时候,然后两地的这个规则都不同,来规避整个监管。 由于证券击查部门对唐某调查时,其虚假报车单比例尚未达到刑事追溯标准。 在穷尽行政处罚手段之后,2017年有关案件线索被移交公安机关。 经过经侦部门的深挖,又发现多个参与操纵股票的一致行为人账户均由唐某实际控制。 2017年10月,警方对唐某立案侦查。 当天委托买入或者委托卖出撤回量,达到了当日这只股票总委托量的50%以上,就已经达到了我们虚假报车单的这样的一个形式追溯标准。 经初步查实,暂时认定唐某涉及刑事犯罪的非法所得已经超过2000万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唐某等两人已因涉嫌操纵证券市场罪,被检查机关批准逮捕,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再次进一步了。 感谢观看